在路邊撿到照片 立東那一天真的很像是 吃了春藥還什麼 他就是 哇哩咧 當下看到線豆我是生氣的 他會啊會生氣啊 見色旺游 你們兩個認識那麼久 這段時間有沒有印象最深刻 很瞎的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 大部分是我們比較有意氣 我們要幫他處理很多 感情上的問題 他有一次也是這樣 就是快要深夜了 他就說立東 我現在需要 他們有一個群組 大概幾個男生幾個女生 他們說我現在有一個對象 我最近跟他約會了一陣子 你們可以幫我鑑定一下 然後我們就說 他是我的鑑定師 他要鑑定 什麼啦啦也是你的鑑定的 對要鑑定一下 幹嘛要鑑定 因為我都有時候太戀愛倒了 我跟你講我在暈的時候 我會看不清楚 所以我就需要朋友幫我 你是看很開啦 對 我需要他們幫我指引方向 然後我就去了 沒錯 他就帶男生來了 是 就他帶四個男生 啊 另外那三個是他帶來 要鑑定小優的 另外那三個是那個男生的朋友 好朋友 我不能太明顯 如果我跟他單約 我怕他會覺得我的意圖太明顯 他就想要那種 一開始大家 然後慢慢變少 所以那三個又變兩個人 那三個男生是來保護 他們的朋友 不要這麼快被小優得逞 對他們建立團有三個人 天啊 我現在才照是這樣啊 有可能 然後聊一聊 大概我就進去可能玩遊戲啊 讓大家認識彼此啊 他真的會帶動那個團卡 戲更活絡一點啊 然後到了一半 他突然小優就站起來就說 那個立東那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要去看電影 意思就是他要跟那個曖昧對象 去看電影 很棒吧 成了 OK 然後舞上那也OK 我們這樣成功了 然後他結果 欸那三個男生沒有要走欸 他把那三個男生丟給我 因為他們喝開了 他們沒有要去看電影 然後也沒有要回家 然後就坐在那邊 好像我的粉絲見面會一樣 然後我就三個 講了一整晚的笑話 是喔 四個人垂共垂 垂共垂一整晚 那你後來有跟那個男的在一起嗎 也沒有 但就是有那個 一下下的曖昧這樣子 但是我真的很謝謝立東 因為他就會幫我承接一些業務 就是很棒 你必須要謝謝他 你為了這件事情 幫他蓋廟都不過分 誰也做了吧 我們又沒有在一起 這算蠻過分的吧 可是因為 那個三個男的太喜歡張立東 他們真的走不掉 因為他太優 然後呢 你就把他丟給張立東 但是他要跟我看電影啊 這個就是姻緣來了 就要趕快撿起來了 不是你不覺得你這話 誰跟他解釋一下 什麼叫事實話 沒有沒有 立東我覺得這不是他沒有意氣 所以是你太有意氣 因為是我的話 他走了 那三個朋友我也不熟 我也說 那你們慢慢做 我也就走了 對 你還顧及到他那個對象的朋友 你還幫忙照顧 他可能那三個有他喜歡的啦 那三個是男的 你老公拜託的 也是沒有這麼醉啦 對 沒有那麼醉 好啦 這個剛剛前面是客套 我們先來看看 他們覺得對方呢 是滿沒有意氣的 但究竟有多沒意氣 多沒意氣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手版 手版 那我覺得小優這一集會被罵死 他不幸福 你也別想幸福 喔 這怎麼很像一段歌 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們有共同朋友 然後呢 就是大家很開心 然後後面有after party 那after party 我們就會喝酒 開始喝酒 然後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是 突然我那一桌就是 我跟一個女生 就是開始慢慢越坐越近 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恭喜恭喜 然後開始有一些交換聯絡方式 還往還往 這個很OK啊 逆東出招了 已經講好說 下一次要去 欸 可以學 哇 越來越深入 朋友開著餐廳吃飯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 突然就 中間 我們戲縫其實沒有什麼縫隙喔 中間小優就 正正就衝進來了 逆東 你在幹什麼 然後就說 沒有 我在聊天啊 然後他開始說 就開始破壞我們的聊天了 啊 逆順 接下來他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知道嗎 張立東很花心欸 蛤 哇塞 怎麼會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小優你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他接著就開始說 你不相信是不是 你看 他就開始找我一些緋聞對象 還要拿證據給對方 因為有一個張立東懶人包 其實也不難找 打張立東 就要歷年來被拍的新聞 你看熊熊 你看懶男 你看梓梓 你看你看 你看都是碟子 然後我正在那邊說 沒有 那個節目效果什麼什麼 就把那話題稍微延續了 然後講說以為沒事了喔 然後他就說更重要的是 優生學 看看立東 雖然你是很漂亮我知道啦 但是你這樣 你說的正確 但你沒有必要在那個時候 跟那個人講 那時候我真的好想就是 想要趕快罵髒話 或是想要趕快走 欸他會不會是 其實小優喜歡你 沒有沒有 絕對不可能 跟別人在一起 我跟你講 好可怕 這比那個更可怕 你們現在聽起來 你是覺得我狼心狗肺對不對 我跟你講不是這樣 因為那天婚禮 立東真的有點喝多了 他可能又被那個朋友 你喝更多 你剛才講這種事情 應該也是喝不少吧 因為那天我要主持after party 所以我沒有很醉 我就看著大家醉 然後這時候我感受到立東 因為我跟他很熟 我已經知道他今天大概有八分了 那種感覺 然後他搭賽的那個女生 是我的好姐妹 好姐妹 然後因為我知道 他們兩個醒來 絕對會覺得這是一場笑話的那種 然後呢 立東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你憑什麼判斷人家 經過一晚的激情以後的結論是什麼 對啊 你憑什麼 沒有 我跟你講立東那天 真的很像是吃了春藥還什麼 他就是 哇哩咧 他真的是 一十八情 對 火力全開 這位小姐 不好意思 他只是你情同兄弟的朋友 他就是喝了農藥也關你的屁事 他發情你也要管 真的很奇怪 他吃了春藥 你更不該阻止他 他真的超像小狗狗發情的 他看到母狗就浮放過 然後他就抓走 你就像無聊的路人 非要拿哨法去戳人家 潑水這樣 而且那天立東有多誇張 因為那個婚禮有設置那個拍貼機 他們大概拍了十張的那種 一直在裡面拍 一起拍 然後我說好了 可以了 不是 小優 婚禮不就是應該這樣開開心心嗎 對啊 胎貼機的使用次數你也要管 如果他在第二殯儀館這樣鬧 你跟我講我來打 那是婚禮嘛 對啊 起碼我們照片是彩色的 莫迪卡兩個人都想說 沒有今天就請喝酒 兩個都淘汰了 對不對 然後爽一下 也沒有 這樣淘汰 不是這樣說 不是因為兩個都是好朋友 就是好朋友才OK啊 但我知道他們不適合 所以我想說 你們先醒一醒 他們不是 感情不是 真的 白天祥不是兩個人 那現在換你控訴立東 其實真的沒有人性的是張立東 他的張是髒東西的髒 我跟你講張立東呢 他如果要打牌這樣的時候 他會群發 欸打牌嗎 打牌打牌 因為打牌是需要趕快揪人 趕快揪嘛 然後我們 而且我是一個回訊息算快的人 他六點密我說打牌嗎 問號 我就知道 喔他在召喚我囉 我七點一錄完 我就說好立刻 現在就去你家 我是那種直接可以到他家 而且我還自己開車去 你也不用來載我 我還會買滷味 對不對 好牌他還會輸錢 我幾位會擋嗎 我幾位會擋 對對對 結果立東就開始 不讀不回 然後呢 不接電話 然後呢 我已經開到他家附近了 滷味都買好了 哇塞 我現在是當場被放鴿子嗎 我就是心情已經在打牌了 不是訊息還來來來來 沒有 他就不回我了 然後也不接電話了 然後我想說 蛤怎麼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大概打個兩通 他不接 我也不是恐怖情人 我想說 好吧好吧 因為他家跟我家很近 我就 繞回我家 就再回家吃個滷味這樣 結果 當我吃著滷味的時候 想說好吧 今天沒拍打 然後就在那邊滑手機滑來滑 滑到了 別的女生的線動 天啊 他約了三個妹子 大麻將 約了那三個嫩妹 就故意放我鴿子 我跟你講他不是故意的 這問題出在你回訊息太快 那三個妹還沒回 你先回 那他就應該讓我先去打 而且就主要就是 報復上次你丟了三個男的 你自己去看對你那件事 哈哈 當下看到現動 我是生氣的 會啊會生氣啊 見色忘憂 不然也跟你講一聲 沒有啦 因為主要是比如說 其實小悅有一個 最讓我覺得 不好的通病是 他很喜歡在各大的聚會 或是我們聚會的場所 發現動 就把當時的狀態發出去 這是我害怕 因為有時候比如說 因為可能我們有時候是 先答應了這個 因為他是菊王 比如說我們先答應了這個 他不會讓別人知道 可能是你不好意思跟這個朋友說 可能同時間 他們都問你 那你也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想一個理由 那問題是你如果想到這個理由呢 假設說我真的在工作 可是我沒有在工作啊 我可能是先答應了這邊 被他PO了 然後被他PO了 就我曾經出現過這種事情 然後那個朋友就突然質問我說 欸你為什麼要騙我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想說 小悠這個 限動病要改一下 當時艾亞結婚不讓人家知道 好像也是她發限動 對對對 限動病 限動皇后 而且他是標所有人的 沒有啊 沒有每次 小悠你要不要到新聞部 去看有沒有工作 對對對 就是呢我覺得朋友呢 應該是說一年呢 最應該相挺的日子 應該就是生日了 一定要的 對 就像剛剛講 婚禮生日一定要到啊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覺得 我對張立東這個人的生日 我是挺有心的 像是他去年他40歲大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整個人很低調 他都不辦生日 我就還自己約我們 這一群的其他朋友 然後說立東生日 而且很奇怪 他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不辦 然後我還去跟他 瞧半天他的日子 好不容易幫他辦了個生 所以我覺得我是很有心的朋友 哇 好 sweet喔 很 sweet吧 他不想辦喔 然後他很忙喔 我去瞧他 他那天還是有發限動 真的嗎 好不容易 就馬上就發限動 就是我那種 我喝比較一直掛我酒 然後我喝得有點 忙了 然後那個臉是那種 就是眼神換散的 對 他也給我潑 所以小悠妳搞局 主要是為了限動 搞材料對不對 對 都是限動需求這樣子 不是 講到像我是業配 沒有 我真的就是覺得 紀念立東 就是因為他四死大受 因為我覺得是 紀念 就抽完這一招就走了 沒有 不是因為他去年 可能你知道人突然四死 他有一點就是好像很想要低調 妳很關心啦 對我關心他 我就覺得我們一群好朋友 四十歲一定要慶一下 我真的還特地揪那個局 好了 講到如果我生日 不知道從幾何時 他就不來我的生日了 為什麼呢 而且因為我這個人 我雙魚座我很愛熱鬧 很愛熱鬧 我很怕沒有人要幫我辦生日 所以我都自己 自己辦一個生日 那妳有熱烈的教他嗎 有 我都會發邀請 而且就是會做一個 我自己的那種照片 說來我的生日這樣子 會不會照片發壞了 那我檢討 但我後來還發影片 就照片不收 我還發影片 可是要來我的生日這樣子 然後每一年我都會發給張先生 但他都要嘛不回 要嘛就是不課出席 就跟唯明哥一樣 我不知道他到底 為什麼都不來我的生日 他是不是去沒搞頭 我就是有若干年前 參加過一次小優的生日 就那麼一次 那一次我就嚇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就去參加 但他就跟我說 欸我有邀請一些 就是有一些是妳認識的啊 然後妳就大家 妳就放輕鬆來嘛 妳大家哪兒都熟啊 那我就去了 進去然後好像是B1 我就下去 然後我要進去的時候 他就說欸那個門口 就有人攔住 他就說欸那 那個男生的話是一千塊 然後我就說OK啊沒差 因為可能是 朋友生日 他可能是女生不用付錢 可是妳被邀請去的欸 對那一開始我想說那沒差 那我就真的付一千 那我付一千 然後我就進場了 然後開始 然後我就 因為我那時候是收工 就趕過去了 所以我其實是空腹的 所以我想要吃東西 然後我就一直看 整個生日Party 我就問那個服務人說 欸你們這邊有吃的嗎 他說我們這邊不提供任何食物 然後我說那是有什麼 他就是有各種酒 你可以喝 然後接下來我余光就看到小優 小優就過來說 立東 然後衝過來說 欸生日 然後就開始逛我酒了 然後就逛逛逛 因為我空腹嘛 所以我整個人 因為我是搬到10點 我整個人不到一個小時 我就已經醉到不知道 不知道哪個地方了 然後我就下一次 我也沒有跟他say goodbye 我就好像先離開了 他好像就不見了 不見了 好了 然後接下來 他們就各自要回家了 那小優呢 跟他的朋友同一台 然後他們就一起 一起共乘那個計程車 輪流送他們回家 來囉 這不是太好笑了 他們就在路上 開一開開一開 開一開 結果小優的朋友就突然看到 他們在金紅綠燈 他們就看到旁邊的人 他說旁邊那個草叢 怎麼有一個人躺在那裡啊 草叢那個人 怎麼有點像當立東 躺在草叢 我們在路邊撿到張立東 可是他說真的嗎 不可能 他早就已經 他很久沒有出現在這個場合了 然後打開下去 真的是我 他就像一具屍體躺在 躺在睡在草叢裡面 草叢裡欸 然後沒有人關心我 尋寶活動 我撿到張立東 丟在信義區的某一個草叢裡面 天啊 然後好了 接下來他們就好心了 幫我扶上來 喔有 這個部分有意氣 很要有意氣吧 有意氣 我們沒有點過去 但是我真的太醉了 那個計程車真的 就像汪辰哥講的一樣 就是他晃的時候是你 你止不住了 太止不住了 然後我這真的已經來不及了 就在這裡了 然後我下意識就看到 旁邊有類似塑膠袋的東西 我拿起來 然後就吐 然後吐完就馬上就滿了 然後我發現 怎麼摸起來不是塑膠袋 是皮質的感覺 然後我一看 哇 是水桶包 我的寶寶 他的那個水桶包 然後我變成收水桶包 哈哈哈哈 滿出來就算了喔 滿出來的時候我還有 我還有的時候我就 往外溢出來了 結果太可怕了 因為旁邊有一個人 他剛好在用手機 我整個人 那個手機就這樣 砰 就直接震 就直擠他的手機 他的手機才剛買 全部都張立東的兔 超誇張的 然後那個生日搞的 我要陪 那個水桶包 我要陪手機 還要陪司機 還要付門票 還要付門票一千塊 然後搞的WOD 然後我從此就有一個 被害忘獎的 就是小優的生日 我好像進來不要去 會有陰影 他躲到不行欸 他都不來欸 我後來就不來 再也不來了欸 我盡量不要 那立東換你 我應該沒有了吧 他真的是滿免疫器的啦 我覺得小優是超級愛放朋友鴿子 蛤 真的嗎 她愛放鴿子是有時候 她是根本不想去 故意放人家鴿子 但是你放鴿子的時候 你還先答應人家 最近有一個很有名的事件 就是那個綠茶哥 他好不容易 在演藝圈 就好幾年 然後出了一首單曲 叫Toyang Toyang Toyang嘛 那他說Toyang 就是大家 他想要風光的辦一個 新歌發表會這樣子 辦在一個地方 然後他也廣邀大家 然後呢 他真的是廣邀 我也有收到訊息 對嘛 你也沒去喔 因為 你也沒去啊 你看 不是因為他發 那種廣邀 他真的是廣邀 他不會說 嗨阿強 我有一個什麼 而且他的中文 還沒有好到那個地位 他不是說 我幾月幾號在哪裡辦一個 什麼要一起來玩囉 這個叫做邀請嗎 那是複製貼上 對 那就是可能 對於發給紅島多了 對綠茶哥而已 他就是這樣啦 然後我想說他 因為小優跟綠茶是 可能是密不可分 他們感情很好 真的啊 有一段時間他們超好 有一段時間 就是我懷疑他們兩個在一起 對 而且只要是 比如說小優喝多了 綠茶就會出現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住中和 不然綠茶哥喝多了 小優會出現 我們都住中和那時候 就像優多綠這樣子 優多綠 他們是一個團體 然後就 優多綠 對 然後我想說 他們一定會出現的啊 然後結果那一天 就是那個發表會現場 然後因為我也是 沒有讀 我也沒有讀 你也沒有去啊 然後這時候我就收到一個 大哥的訊息 妥中康大哥 他就拍一個說 為什麼你沒來 我就說 我那天是真的有工作 我就說我工作 然後他說你看 他就給我一個自拍照 人好少 為什麼我要來 你知道 小優就沒有去 他答應人家還放鴿子 小優也沒去 其實這個 你那麼好 故事在講的是綠茶的緣幕 沒有 你回住人家說你會去你就要去啊 我們是不讀不回啊 你一定是有 工作 我就沒有去 怎麼樣你不讀不回 還有理啦 所以他不會期待我去啊 等一下但我要講 我覺得我不去你不去 都沒有你不去來的嚴重 你跟他超好 你們一起出國欸 我出國我可以跟他講好 我不會跟他說出國 機票都買好 飯都訂好 我不去 那你不讀不回不是更壞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不會去啊 我覺得他也沒有很希望 我們會到 我們沒有放鴿子 我真的有朋友